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内容呢,讲到瞬接和弦,Dialtonic Code 就是所有的和弦都按那个音阶出来的 假如C调,C调没有黑键 所以所有的和弦没有黑键,都是白键上的和弦 那就是七个,我们讲过了 独发西米拉尔索豆,多拉法尔西索米豆 这个独发西米拉尔索豆 圈三圈五圈七的,进行都讲过了 但是你要练习运用 七个和弦讲了,你会不会用 除了国歌之外,每条歌你试试看 把七个和弦用上去 然后怎么连接 好了,七个和弦完了以后,我们该讲什么了 下面就是,请翻开 和弦用的四十七页 和弦用的四十七页 多调和弦 原来这个 英文的是叫key of the moment key,调 moment,暂时的,这个调 那就是暂时转调 暂时转调,暂时转调 那么在古典音乐书上好像讲离调 但是离调 跟我这个多调观念还是不大一样 多调就是C调用别调的和弦 那就变成多调和弦了 那可能用一个,可能用一大堆 就是我们C调的和弦已经用光了,没有了 我们C调用别的调的和弦 你的衣服 中国衣服穿完了 你要买日本衣服 法国衣服 意大利皮鞋 等等 你要买不同国家的这个服装 和弦也是这样 我们C调的和弦已经没有了 我们试试看 用别的调的和弦 C调我们可以玩F调,玩G调 玩任何调的和弦 只要他弦力和就可以了 先看两个要点 看看要点 第一点 任何一和弦之前 可用他的五和弦 一和弦的前用他的五 这个五是他的五 每个调都用个五 朵然密法缩 D调的朵然密法缩是拉 A调的朵然密法缩 Z1 就是那个音阶的第五根 产生的和弦 鼠七和弦 前面我们讲过了 每个调最好的和弦 就是主和弦 鼠和弦 鼠和弦 从鼠到主 然后把每个调的 最好的鼠跟主拿来 那就变成这个东西了 所以任何一 任何一和弦 大调的一小调的一 十二个大调 十二个小调 他所有的一和弦的前面 都可以加他的五 那就变成正规中止 正规中止 我们第一个讲的 两个和弦都讲这一招 没人反对的 第二点呢 一和弦的后面 用任何和弦 一打斗点 你到了一 你家五到一后 这个打一个斗点 再继续往下面走 因为一已经完了 或者你一句话讲完了 一句话讲完 当然你可以另起炉灶 再写 再开始讲五到一 五到一 所以把这两点记住 以前可以用五 一后可以用任何和弦 一和弦的前面 用他的五和弦 这个一不晓什么一 什么一都可以 任何调的一 一和弦的后面 可以用任何和弦 把这两点记住 那我们来看 例句 好了 我们很多事情啊 要逆向操作 你从这里开始操作 可能到不了那点 可是我们从目的来 就可能再回去 就到了 所以你要计划 这个是短程 中程 还是远程 你隔两年干嘛 你要准备出国 隔三年要准备结婚 你反正要先有一个目标 然后你再往前面推算 最后就可以到那个目标 你从前面来的话 可能到不了目标 所以我们从逆向操作 这是简单的吧 我们先来个一 逆向操作 一切用五 没人反对 这是正规终止 这是第一点这样的 然后我们来个新的一 新的一 F调的一 一前面用他的五 这就是F调的正规终止 五到一 这是F调了 这就F调了 然后 逗点 再来个新的一 一跟他没有关系的 一后面用任何核权 BF调的一 他前面用他的五 五到一 这又是一个调了 这是BF调的 然后 逗点 一的后面接任何核权 所以你实际上没有办法再来个新的一 一 前面可以用五 没有 五的话 用还原 就C调的一也可以 好了 这个是没有旋律 没有旋律这样写 你写完了以后 极性演奏就可以用这个 这里弹C调 这里弹BF调 这里弹F调 这里弹F调 这里弹C调 三个大调 四个大调 这个就是你在创作 极性 作曲也可以 你先把核弦写出来 再作曲 你想 你这种核弦 不同调的核弦 你产生的旋律 极性的旋律 都比较有趣 要不然你老是在C大调里面晃 晃不出去 你这样一来就晃出去了 你用降B调一弹 两个降计划了 T要降 这里F调也有一个降 所以你这里面很多的降号出来了 变成多调和弦 多调的这个 就此时此刻 变成另外一个调了 此时刻 变成另外一个调了 所以成为多调的和弦 多调的和声等等 好了 假如有旋律的话 我们来配和弦 怎么配和弦 看下面 151 me.resi.151 这个我们第一课就讲过了 这是正规中指 那如果分析的话 一前面用5 1后用任何和弦 还是通的 1前用5 1后用任何和弦 或者你整个讲就是一个最传统的标准的正规中指 好了 逗点 然后这是1 1 我用新的1 1前面用它的5 那这里变成什么 b弦来调了 b弦来调了 和声 变成b弦来调和声 那这里用1 f用它的5 那这里变成f调了 f调的正规中指 b弦来调正规中指 然后回到c调正规中指 三个调 mi mi do fafa mi do 这个简单的旋律 我配了三个调 在和声上面就很有趣味了 旋律是c调 和声变成三个调了 好了 我们再换 还是这个旋律 mi do fafa mi do 两个旋律一样 我们这里照样 配1前用5 1后用任何和弦 或者和在一起变成151 正规中指 这个 从古典音乐流传到现在的正规中指 好 这里我想变调了 不想用c调了 换个调 打个逗点 来个新的1 b弦来mina b弦来小调的 1 他的5 也是这样 f7 5 5 1 那出来了 这一小节就变成b弦来mina 就是降b小调 这个地方 同样 1后面用任何和弦 打多点 再用一个1 a小调 amina a小调 1前用5 他的5 所以这两个和弦变成a小调 因此呢 这一小节 a小调 b弦来小调 然后c大调 你即性也是这样 amina即性 a小调 你可能用a小调的 这个是用b弦来小调 这个用c大调的 所以和弦上面一变化就增加很多的气味了 你的弦力虽然很简单 和弦就完全不一样了 音乐就不一样了嘛 好了 这多调和弦基本的观念 我们来看一看 48页 大家看一看 好了 我们把刚刚那个多调和弦用的 两招 1前用5 1后用任何和弦 就这两招 拿来 拿这三个曲子来 试试看 第一个曲子 5个音了 叫5音曲 1前用5 没人反对吧 好了 这个是c调 从这里开始c调 好 这里我们想来个新的1 d调 d调 但是你要有5 你如果没有5 光那个d就不行 这个d不存在 他有51 51就变成一个调了 A7他的5 所以这里到这里是d调 d大调 这里c大调 你合成这里就很有气味了 这还是回到c调 1后面用任何和弦 1前用5 1前用5 1后用任何和弦 1后用任何和弦 第一句 这是目标 目标和弦 1前用5 然后这是c调了 豆田来新的1 b弗来新的1 1前用5 那这里变成什么 b弗来调 然后1后用任何和弦 那又变成c调开始 然后转b弗来调 然后转c大调 那第二句也是c大调开始 转d大调 然后再转回c调 好 这个简单的歌 你看中间这一代就转调了 和声转调了 音响就有趣味了 不管是视觉 听觉 你用弹的话 感觉 都不一样 好 第二个 Middle Middle Rain Middle Fa Middle Rain 这六个音 刚才五个音六个音的 我们还是尾巴用 最好的c调的中指是151 正规中指c大调 1后用任何和弦 1前用5 这里是b弗来调 b弗来调 1后用任何和弦 1前用5 这是f调 1后用任何和弦 1前用5 这个是g大调 1后用任何和弦 1前用5 这是a小调 好了 前面我还是用1451 这个古典音乐用的最多的c大调的 复合中指 1451复合中指开始 正规中指结束 但是在中间呢 转了a小调 转g调 转f调 转b回来调 环游世界一圈 再回来 这不是很有意思吗 任何歌 你可以在中间转很多调 再回到原调 趣味嘛 就这两招 1前用5 1后用任何和弦 你试试看 找别的歌 试试看 还是那句话 除了国歌之外 都可以玩 好 第三个调歌 最后我们还是回到c调 正规中指151 1前用5 1后用任何和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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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完全合理合逻辑 F调开始 这个歌大家会唱7音曲 送别 7音曲 F调 然后转G调 然后回到C调 又转到G调 再转到F调 再转G调 再回到C调 那很有趣味吧 你最多说不好听 那你用两个和弦就好听了嘛 这是告诉你一个观念 任何一个歌你可以用不同调性来 我们只有两招 1前用5 1后用任何和弦 那你可以把很多歌弄得很热闹 下面这个歌 黑山的笑歌 你自己回去做做看好了 用你的方法 这里1 这里用5 这里1 这里5 等等 你看看能不能有很多方法 产生 7位 怎么样用和弦 和弦应用 这个就叫你怎么样用和弦 光辉和弦没有意思 你要怎么用它 任何歌 管它外国歌 中国歌 儿歌 童谣 民谣 都可以用这些观念 你看好听 就要 不好听 换别的招数 招数很多 好 这是和弦应用的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好了 今天讲到这里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